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奔驰AMG A35L 从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款家常版本的AMG 它是第一款国产的AMG车型 是基于国产的A级三箱家常的轿车而打造的 它有很多特殊的地方 它是最平易近人的AMG 它也是最温柔的AMG 它的预售价格是40到44万 作为一台最入门的AMG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机械素质 发动机是代号M260的高功率版本 2.0T涡轮增加发动机 306马力400牛米 它和普通的M260在目测上的区别有两点 一个是AMG风格的塑料保护盖板 它没有一人一击的签名 所以会显得不是最终极的纯粹AMG 还有一点就是近期道的结构目测有些变化 可能是风冷换水冷 它匹配的变速箱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 驱动形式是适时四驱 可以在前驱和50比50的四驱之间切换 底盘悬架是前麦佛逊后多链杆比较常规 那作为一台AMG的车型 可变阻尼的悬架这个功能是有的 可以调节不同的模式 如果连这个功能都没有的话 那着实就会有一些令人失望了 一句话总结这台车的外观 它是AMG风格的A级三箱轿车 前面有一些运动化的包围 但这个里面是封死的 它并不具备散热的作用 旁边是可以有气流穿过的 有空气动力学的作用 轮胎23535R19 非常扁的运动胎 米其林PS4S很厚道的型号 那轮圈的形式是多幅调式的 AMG的轮圈风格就两种 一个多幅调式的 还有一个五幅调式的 里面的制动系统是前对向四活塞 后单活塞的卡钳 配打孔的通风盘 我们再去车尾看一眼 那侧面再多提一句 家常版本的A级三箱轿车 就是这个感觉 来到了车尾 说一个运动化的细节 就是排气 我们能目测到的 这个黑色的大大的排气孔 其实是一个装饰 真实的排气末端是在里面的 那我就会觉得 如果你只是装饰的话 为什么不弄成双边控四出呢 可能会更唬人一些 中间这里是气流扩散器的设计 这个细节我比较喜欢 因为它比大尾翼要显得更认真 也更内敛 而且要更纯粹的运动一些 后备箱简单看一眼 它就是和普通的A级三箱没有差别 常规的一个中规中矩的感觉 盖板下面是有一定的储物空间的 就不赘述了 尾标我们来看一下AMG 这是大家都喜欢的A35L 代表着家常 那下面北京奔驰 就是代表它是一个国产车型的身份 内饰就不赘述太多了 这就是运动风格的A级内饰 黑红双色的配色 搭配上一些金属银的试板 AMG风格的方向盘 非常硬朗的换挡拨片 包括驾驶模式选择的调节 共有五档不同的模式 这些都是比较运动的细节 那我要挑一点就是座椅 坐着乘托感是够的 包裹感也是够的 但是重心如果能坐的再低一些的话 就更符合开运动车的感觉 加长版本的车型 加长了60毫米 完全体现在了后排空间上 两拳正好 如果是标轴版本 就会更紧张一些 能看到坐垫的形状 它刻意有一个凸起 但是对大腿的承托还是 只能说一般吧 还是会有一些空洞的 中间位置是有比较高的凸起的 所以这台车平常还是坐四个人 会更舒服一些 前面有两个Type-C的充电口 上面是分离式的全景天窗 头部也是还有一点余量 不至于完全蹭头发 就是和常规的一级三箱 其实在后排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那这台车 我刚才在一个封闭的场地里 极为极为简单的开了一下 它是响应积极偏灵巧一些的风格 但是更深层次的驾驶体验 就感受不到了 因为实在是条件有限 那这台车的竞品呢 也很简单 就是奥迪的S3和高尔夫R 具体熟强熟弱 我们在详细的开过之后 会有答案 这台车我对它的低印象 其实还可以 我觉得你不要纠结于 它是不是纯正的AMG 你要想到的是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售价不那么高高在上 而且性能也还不错 并且兼顾了实用性的 一台奔驰入门的性能车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 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性力的 OK 这一期的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徐超 下期再见 拜拜